當然還是很歡迎小豬回來 我們當然也因為這個事情 覺得有點慌 所以我們最後決定是 我們要發展兩個版本的劇本 應該今年會開拍 只是今年的幾月開拍 還沒有很確定 我們當然也因為這個事情 覺得有點慌 所以我們最後決定是 我們要發展兩個版本的劇本 一個版本是有山君這個角色 然後一個是沒有林山君這個角色 當然還是很歡迎小豬回來 可是要看他個人的意願 跟他當時的狀態 是不是願意回來這樣 沒有耶 我也聯絡不到他 我聯繫他也是用IG的小盒子 那之前的聯繫 都是製作人跟經紀人這邊聯繫 這個角色在這個劇本裡面 就蠻有重量的 因為他主要是跟小劉有感情線 是要花蠻多心思的裏作 帶頂他來演山君 這我覺得對我跟觀眾 我覺得對小劉跟觀眾 都會覺得很奇妙吧 就看你這張聯繫遇過山君 對啊 我覺得這樣子 不太好 可能比較合理的是 發展另外一個男主角 距離跟小劉有一些互動這樣 可能會好一些 現在劇本還沒有完全落定 所以應該就是最近會去彈 彈演員 我們也要拿著劇本 才能跟人家彈啦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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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